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朋友都是非常喜欢看的 我有位朋友就特意是 其中一部分的人生是专门看《北极光》出了一本书 《北极光》其实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 地球有磁场 它就能够将一些带电粒子去弯曲 就是原本走直线的 就会受到磁场影响走曲了 可能大家都听过的 我们地球的磁场是挺有用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它有效能够帮我 就挡住了由太阳射过来的高能的带电粒子 就是那些太阳风 太阳离子 如果没有这个地球磁场的话 那些粒子就直射过来 我们就边面被太阳照到 就硬吃了这些粒子 但是呢 有了这个地球磁场的话 尤其是那些带电的离子去靠近我们地球的时候 它就不得不跟随地球的磁场 受到它弯曲 而且呢 就会向了两极那里汇聚 汇聚的时候 还要在那里跟我们的大气磨擦 就于是乎跌了下来 在那些跌下来 它那个由很高速的太阳的射线射过来 来到去 受到那个地球的磁场影响 令到它带到南北极的时候呢 它就在那里减速跌下来 于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会放光的 就是这些带电粒子加速和减速呢 都会是有光走出来的 那所以呢 这个北极光呢 你说如果用一句 简单一点这样说 就是说呢 太阳带电粒子在地球的南北枝極度刹车 而制造出来的光 那就是这些北极光 那所以呢 我会说 所有行星 不要只是说我们八大行星 所有这个宇宙里面围绕着它主星 周围运转的行星 只要它有磁场的话呢 它应该都会有这些这样的极光的现象可以看到的 虽然我们接着会讲其他行星 但是 为什么北极光那么漂亮呢 那么漂亮呢 我就 漂亮不漂亮 我认为是很主观的 那我觉得漂亮的 OK 而是这种这样的光的pattern 是我们地面上人工的其他技术 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的 就是我们地面上发光的技术 要么是烧热一些东西它发光 是不是 由一些很高温的东西发光 如果是一些很冷的光 迎火虫的那些萤光 那又是一点点就跟随着生物形状的动态 来展现出来 就是这种北极光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呢 它是在天空上有一个很特定的范围 一个很特定 而且都很广阔的范围 就是如果你去到那些南北磁極的地方 我想你地球上 你想去南磁極就很难的 因为在印度洋那头的 你都不会这样走成它那头的了 但是在加拿大那边就是北磁極的地方 或者再北一点 那那里你就会比较容易在地面 又站在地面看到那些极光 那些极光就是 它会随着那个大气扰动而变化 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出现 而且也是可以随着它那些 就是你粒子不同的能量分布 就出来有不同的颜色形状的变化 所以那种讯号是 是背后反映到那个太阳 那个太阳风的强弱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 由这儿呢 我觉得它漂亮的地方 就是它背后整个反映到那个宇宙 就是在太阳系里面的现象那里 是这么引人入胜的其中一个原因 好 那当然了 如果在地球上面我们看到这些现象 那照计同样其他地方有太阳有行星 都会看到这些现象是吗? 是的 那的而且确我们靠着我们人造卫星的技术 去兜过去其他的行星的时候 尤其是木星呢 我们看到木星的北極光 那当然我们不是站在木星里面看 我们是找一个的人造卫星 走过这个木星旁去看 而且很有趣的一样东西看到就是说 那个北極光的现象呢 它有多强有多弱 而且它是主要放出什么光呢? 也都很和那个行星和太阳的距离 和那个行星自身那个万有引力有多大呢? 是受到影响的 更加受影响就是和那个行星自身的磁场有多强 也都受影响的 那你可以想象到就是说 如果这个带电粒子 它是遭遇到磁场更加强的时候 它被弯曲得更加紧要 于是乎更有效地就向那个南北磁極匯聚 另外就是它跌下来受到一个更加强的磁场 甚至更加强的引力场干扰的时候 它跌下来更加快 它減速加速更加强 于是乎它放出来的光的光泡 又会和地球上面有差异 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地球那个的北極光 就以这个紫外光是都多的 而且其他颜色的可见光也都有 但是它的紫外光含量都不少的 那然后你说的是木星的话 也都是多这个紫外光的 而呢对于这个的水星有得意 水星都有它的極光现象 水星的極光现象是穿出X光的 而它出的原理就很特别了 因为水星几乎没有大气的 所以那些大线粒子它被磁场牵引的时候呢 它是直接撞到水星的地壳那些物质那里去减速的 那于是乎那么高速的射线那么近太阳 这样被扯下来跌下来的时候呢 它直接撞到水星的地壳那里呢 就出X光是多的 直接是由水星地壳表面上的矿物来去决定了它放出来什么光 而地球就是看一下那些带电的粒子是和地球的大气层撞 就决定了它撞什么光 对于那些其它气体行星都是 木星也是 它出北极光它的磁场更强 它撞下去的大气也都非常浓厚 它也都是比较出紫外光多 好了 现在我们这次的主角是什么呢? 讲天王星 原来我们呢 十几十年前都发现到天王星有它的北极光现象 而且很有趣了 它的北极光是放什么光多呢? 是放红外线多的 那这样你可能又不是太难明白的呢? 那些太阳射出来的射线已经射到它那么远 本身强度不是很高 天王星它比起木星来讲它是小很多 它的尺寸也弱很多 然后就是 就是于是我们就可以叫做 就是运算或者去计算得到 就是它出来的光竟然是 都几多是红外线 那现在呢 台长展示出来的图 其实就纯粹是那个后期加工的那个着色 来的 就看到天王星它的环是打側了 但是它那个旋转族和它的南北持极呢 又不是在同一条族上面的 所以你看到比较上 就是顶和底的比较红一点的地方 就是它那个由红外线 就是北极光出来的那个形状就是这样的了 那么它的旋转族是差不多打横了的 但是它那个南北极呢就是打洞了的 所以都挺有趣的 这件事就差很远 那首先它那个这个极光的表现 是跟它那个行星的磁场是成自己的关系的 是 那也都会跟它这个行星上面的气体 也都有关系 那在这里就很有趣了 看到这个光 那是不是这个故事就这样完呢 原来不止的 那我们首先可以预期其他的星呢 一样要有那种极光现象 其实就是你简单一点 所谓的极光现象就是说 当一个的行星它只要有磁场的话 你无论多或少 就是多就会令到极光更加 少的话就令到极光更加 那么它因为有磁场的关系 它就能够将它那个本身的太阳 射出来的带电粒子改变方向 令到它在它的南北刺激的地方那里 它会掉下来减速 继续放极光 所以我们预期有磁场的行星 就会有极光现象 在天王星这个例子更加特别 它放出来的是红外线 令到这里更加吸引到 这些科学家的注意力 为什么呢 我们的地球对于紫外线 就未至于太透明的 我们有臭氧层 挡了一部分的紫外线 所以是打了一个折的 由地球射到来的紫外光 而且我们能够去吸收紫外光能力 都是有限的 也都是臭氧层 帮我们吸收散射了部分的紫外光 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 能不能够很有效地 吸收了这些紫外光的能量呢 不是太有效的 这个是一个地球大气本身的成份 决定了这件事的了 如果你说那个X光呢 地球那个大气就多有效挡X光的 那好了 你那个大气呢 能不能够去吸多少光 反射多少光 是由你的大气成份去决定的 我们只需要知道那个大气的成份 我们就有能力计算到这个星球 应该有多热有多冷 所以我们是清楚知道 水星没什么大气的 所以它被日头照的那个位置四百多度 日头照不到那个位置 零下一百多二百度 金星它无论被太阳照不照得到也好 它的温室效应太强 所以它一直焗那张棉被四百多度 就由它的大气决定了 地球它的大气考虑下去的时候 我们知道平均温度大约是十几度左右 虽然你知道南北極和尺度有差异 平均温度大约都是水 就是那个费点和那个凝结点之间的温度 所以液态水可以出现 你可以逐个去计算的 到火星也可以去计算 而很有趣 当我们去量天王星的温度 以我们一般的认识 我们对于天王星的大气的厚度 大小和上面的气体的特质 我们估计过的 我们有办法去准确地用那个运算去描述到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 甚至乎这些木星这样的大气的温度 但是对于天王星 它的大气温度是出奇地高的 它这个很远的 照计我们认为它的温度是 会是零下二百多度的 炳黄星已经是了 但是天王星是很有趣的 它会是比我们的模型估算是暖一点的 暖了成几十度甚至一百度 就是它零下得来就不是说零下二百多的 是零下二百或者零下一百多度尽 这件事就令到大家很疑惑了 天王星凭什么可以暖一点呢 太阳一直给那么多光就是那么多光的 其中一件事大家想到就是说 会不会它有其他机制更加有效地 吸收太阳尼的能量呢 它光的能量是接收到那么多就那么多 这个我们很清楚的 我们对于气体和光的相互作用的认识很清楚的 但是今次这个 关于天王星、红外线、北极光的这个研究 就给大家一个新的想法了 似乎它能够透过 就是除了它本身太阳的光以外 它也都有能力似乎可以将太阳 其它射出来的带电粒子的能量 转化成为红外光的形式 而这些气体往往也是能够吸收红外光 很有效的一种媒介 所以它是一个较有能力去吸热的一件事 既然它产生了红外光 而它又吸到红外光 它就有资格去热多些 其它的星为什么没有资格呢 因为它不可以透过北极光度 产生了足够多的红外线 但是它刚巧得那么巧 因为它产生了红外线 而它自己吸收了 于是乎它热了 于是乎在这里 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出现 就是说 我们去透过了解天王星的极光现象之后 竟然似乎是为我们去进一步解释天王星 为什么比我们想象中暖一些呢 又可以一石二鳥地解决了 那这个就是最有趣的发言的 知识获取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但是它那个 就是吸收这个光的机制是什么呢 就是有什么特别的气体 或者有什么的光 为什么它会存到这些热量呢 其实很有趣的 你看到很多的气体吸红外线都很厉害的 就是我们甚至会说 James Webb的那个望远镜 专门是望红外线的 其实就是对于那些不热不冷的气体 它是对于红外线在这个化学里面 是很容易和这些化学气体产生相互作用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会在这里说 你只要是放到红外线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它对于整个星制很多东西 就不是很透明的 因为很多的气体 很多的化学东西 是有能力和红外线有相互作用的 所以我们会说 你在做天文学的时候 你看X光它穿透力很强 你就会看到一个层次的东西 你看看可见光它可以穿过到我们的大气 又是另一个层次的东西 如果你是特地集中看红外线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很多中间不透明的东西 这个我可以说是由化学特性 就是由气体本身的化学特性 它对于那种不同光谱的光有什么反应呢 就令到我们可以辨认到不同的光 其实就可以成为一种不同的天文观察工具 那我们可不可以 下一个结论就是在大洋气里面 所有的行星都有激光的? 你如果问我 我会幾乎 我会 都很肯定是 有什么情况是我不肯定的呢 就是说 其实呢 对于水星也好 或者是火星也好 我们是有一段时间 以为它基本上是没有磁场的 那我们看到它没有磁场 甚至乎下来的结论就是说 这些星基本上里面的核心凝结 是不会有任何的地心活动反应在那里 但是呢自从我们派一些人做卫星上去 和我们的观察仪器越来越灵敏 我们发觉呢 无论是水星月亮和我们的火星呢 都是有一个我们用今天科技都量得到的磁场在那里 是很弱但是有 而且都能够反映到它那个地的核心 都还有少少残余的流体的活动在那里 令它能够产生到这少少的磁场 那如果你说那个星是放得足够久的时候 它里面凝结了呢 照计就几乎就没有磁场的了 那所以你问我 哪些会没有北极光啊 那那些已经放了很久的太阳系 它的外来的行星和卫星 尤其是越是小粒那些冷却得越快 于是乎它就会有资格去达到 几乎没有磁场的状态 那它就有权去没有极光了 好 这个只是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吧 嗯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